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武汉肺炎波及 球季即日起无限期停赛 而确诊球员 就是由他爵士队中锋Rudy Gobert 在Gobert确诊武汉肺炎后 美国媒体找到他在周二记者会的画面并批评 当时Gobert为了表达疫情遭到小题大做 把记者会的麦克风与录音笔通通摸了一遍的行为并不可取 呼吁大家要保持良好的防疫 观念与行为控制 在今天由他爵士客场挑战奥克拉和马雷霆的比赛 开打前不久突然宣布取消 当时有媒体猜测 是因为爵士的Gobert Amanual Muda因病前往医院寻求协助所致 NBA之后发布新闻稿 表示因为有爵士球员的武汉肺炎检测呈阳性反应 让那场比赛因此取消 并提到在当天的赛程结束后 NBA本季剩下的比赛将暂停 直到获得进一步指示 后来才有确切消息指出 确诊球员就是Gobert 在武汉肺炎炎烧之际 NBA先前就曾经下达禁令 管制进出休息室的人员 并建议球员以集权代替集长与球迷互动 且在围球迷签名时 不要从他们手里接过球 笔 球衣等物品 不过Gobert在周二记者会上的举动 并未替自己与身边人士着想 今日美国报 USA Today 报导指出 Gobert周二在媒体中心接受记者采访后 起身准备离开时 回身刻意用双手摸遍桌上所有的麦克风 录音笔和手机 想表达大家对疫情小题大做的想法 但对于周遭的人来说 这样的行为并不恰当